我嘿 這條路是我的領域 我跟人家的人 我跟人家的家人 火包場面一處激發 雙方吵到 不可開招 你還在那邊 你剛出發就趕你出發 我才叫我 我用一把有機 我用龍烈子的 趕緊補這位 趕緊補充的 趕緊補充的 不只禁止行經道路 甚至還一度揚言 要找相關單位來站崗 這名身穿黑衣的阿伯 好大官威 原來是在地里長 將農氣氛辛苦賺血和錢 不投不搶 卻被百般刁難 那一條是以前的縣道 台北縣的時候就通了 那是縣道 為什麼是你們擦角裡的路 那個里長的權力來這樣壓榨 我們真的是不合理 一點理由都沒有 很歐啊 很氣啊 我們氣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只是個農民 這一片農地 就在新北市三峽擦角裡 因為產業道路崎嶇 因此農民先利用 小貨車把收成的漿運到 109縣道在改油大貨車載送 兩處道路都屬於公有地 里長卻以江農 非本地人為由 要求他們得先報備 才能行駛 一年才收一次的東西 為什麼要跟你報備 台灣省這麼多的 種農就要去跟里長報備 那報備就完了嗎 也是要幫忙幫里民解解 問題後來你來找農民的麻煩 不止農民無法接受 就連地主也滿頭問號 因為這一塊地已經出租二到三年 卻在新里長上任後 頭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產業道路是公家所有里長 卻當成私人領域 只手畫腳不准他人進出 里長權力被放大過頭 也已盡觸及法律橫線 三日新聞 陳一祥 楊欣宜 新北採訪報告